大家好,我是阿啾 相信大家都有经历过儿童的时期 在儿童这个时期 是好奇心最旺盛的时期 同时也是欲望逐渐变大的时期 看到别人有什么 自己也会想要有一个 这个就叫做 什么意思啊 台语的什么都要 就当我自己来说好了 我小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书局很流行一个叫抽抽乐的东西 一张纸10到15块 然后撕开可以知道自己拿到什么东西 甚至还要几字 挤满几个字就会送大奖 但基本上一定挤不到最后一个字 书局神之赚钱房 你就很好骗啊 当时只要一放学 大家都会去到书局前面狂抽猛送 有一段时间大家很爱抽电板 那个时候电视上刚好在播 数码宝贝第一季 我每天都会去书局 抽数码宝贝的电板 但是很常抽到一样的 甚至还被暴力到第二季的人物 这是长大后的阿和吗 你看 这是长大后的阿和耶 我这里还有长大后的阿妩 阿妩也长大了 突然嘞 于是我就开始疯狂收集第二季的角色 听会有一支声信里面一定有第一季角色长大之后的样子 但是怎么开都是一些没看过的角色 就这样越开越多 直接中了电板的 电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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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巴那阿和 从小就在当非洲人 而此时的我为了有钱能够买电板 练就了一项技能 火眼金睛 只要在家里没试做 就会开起这项技能 火眼 有十元 没错 这项技能就是搜寻家人遗落的零钱 妈妈放在书柜上忘记哪个十元 妈妈在洗手台落下了五元 没错 从小我就是我们家的零钱小精灵 零钱零钱 每天每天从家里收集零钱 慢慢地累积成巨大的财富 因为抽抽乐 让我从小就有了储蓄的好习惯 那叫偷钱 不叫储蓄好吗 直到某一天晚上 阿爹 你的作业不记得是有了 我找盘子里面啊 嗯 妈啊 我的书包咧 你的书包里 怎么会有这么多电板 因 因为 因为老师说 一次电十个电板 可以让字写得更漂亮 所以为了让我的字体工整 我最好标语的电板啦 那你现在电二十个电板 来写你的名字 一百遍 对不起妈妈 妈妈 沈 在那之后 我终于收集到全套电板 你们看 我有全套是宝宝宝的电板哦 哇 好厉害哦 哈 你没什么啦 养成出去的好习惯 你们也可以办得到啊 诶 大家快来看 我看得很不得了的东西 什么 是Gameboy啊 没错 当时最大的游戏机 Gameboy刚出 在那个年代 能拥有一台 长上型游戏机的小朋友 个个都是狠角色 手拿一个Gameboy 直接成为班上的风云人物 诶 你们看 我昨天抽到第三季的 是宝宝宝宝贝电板耶 哇 有人想要看玛丽欧 坐飞机吗 什么 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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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 狮子座B型的阿啾 内心的好胜欲望 逐渐达到临界点 没有人可以比我强 没有人 可以比我还热门 诶 大家看 我做了一个纸飞机耶 你小孩子哦 此时的阿啾 终于忍不住怒火 于是 他决定 老师 阿勇头在游戏机来学校 料 阿咪GAMEBOY吗 有的 给他两千五百元 干啥鬼哦 儿子 我买别的 不要 我要买GAMEBOY 不要惊嘴 这个太贵了 妈妈不准你买 啊 我要GAMEBOY GAMEBOY 不准哭 回家了 都不要买 当时我边哭边跑开 想说 我直接躲起来 不让妈妈找到 这样妈妈应该就会 心软买给我了 一小时后 好像 有点太久了吧 妈妈 是不是自己也迷路了啊 于是我走到商场门口 找妈妈的机车 发现妈妈的机车 已经不在了 我直接被妈妈 就在把握公司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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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待在服务台 打电话叫妈妈来接我 我的那一年生日 就在崩溃中结束 什么都没有拿到 如今想起来 我的妈妈真的很大胆 竟然感觉这么可爱的小朋友 一个人在把握公司里面 看来长大还是没学到教训的 电脑游戏事件 上一回的木门事件半年之后 我升上国二 为了查资料方便 妈妈把电脑移动到了一楼书房 但是因为我太常偷玩游戏 妈妈索性直接把电脑又捆起来 然后五花大绑 要月考了 从今天开始专心读书 再玩电脑 你再给我试试看 好 那我就试试看 白幕 当时我妈妈上晚班 大概晚上九点才会回来 我五点下课 有四个小时的时间 妈妈是不在家的 在这四个小时之内 就算我慢慢拆掉那些神结 玩个两小时再绑回去 都绰绰有约 于是我使用傻瓜相经 把神结的位置跟网法偷偷拍起来 然后一个一个慢慢解开 抱歉了 妈妈 越是阻止我 我就越有动力去偷玩游戏 麻烦把这个动力拿去读书好吗 玩电脑!!! 玩电脑! 玩电脑! 什么? 妈妈今天提到下班吗? 怎么办? 我死定了! 我真的死定了! 我就会先打开啦 啊 趁inking 阿 阿嬤 阿嬤 拜託你不要跟媽媽說 我等一下就去圖書了 嗯 圖書 晚上 兒子你給我過來 你是不是通完電腦 對啊 媽媽你綁成這樣子 我怎麼玩啊 但是 主機後面 還熱熱的喔 我們家的小孩 是不會說謊的喔 我 我 啊 你上班回來啊 媽 阿嬤今天是不是頭上電腦 阿嬤 你說算一下就去圖書啦 阿嬤 然後我就被暴揍一頓了 過了一陣子終於開始放暑假 媽媽終於把電腦解禁 好一陣子沒有玩到電腦的我 直接玩爆氣流展 每天早上睡醒就是 吃完飯後就是 我吃飽了 好好好 上廁所的時候都是 因為累積一久的慾望 當時心中遊戲的願望清單已經塞好塞滿 嗯 今天學員見出星座 星座 沒錯 當時的我聽到星座兩個字 蝦米龍愛證 立馬發作 好像馬上玩到 但是現在跑出去買的話 勢必會經過媽媽的視線 當時的遊戲包裝動不動就一大 所以要躲過媽媽的視線 又要藏好包裝 那鬼是不可能的 不行 一定有什麼辦法 轉在包包裡面呢 不行 現在如果媽媽突然要剪掉包包的話 我就死定了 買在圖裡面等媽媽離開後再挖出來呢 不行 竟然買了就立刻玩到 是不會把包裝丟掉哦 不行 包裝拿來收藏 好的 你繼續 對了 哼 沒錯 我把遊戲包裝藏在衣服裡面 外面再用一件外套蓋起來 進家門之後 用側面經過媽媽 這樣絕對不會被發現一樣的 Genius 好了 在家門口了 接下來就是演戲的時刻了 媽 我回來了 你肚子裡面藏什麼 那一瞬間 明明是炎熱的夏天 卻又如雪國般炎寒 沒事 阿嬌 冷靜 你好B計畫 你好B計畫 哦 這一次有個暑假作業 老實說要體驗母親懷孕的辛苦 叫我們肚子裡面塞東西一整天 然後寫下心得報告啦 媽媽 你真的很辛苦耶 肚子這麼大一個 還要趁九個月 好累 真的好心疼哦 而且走路也很麻煩了 還要挺著大肚子這樣走 走一走還有手 我流產了 接下來的片段 不知道什麼原因 從我的記憶中消失了 我只知道 蝦米龍愛症 直到今日 仍舊一直跟著我 或許 這就是所謂的絕症吧 到底是在工餐小碗工 我跟你講 他這個要一氣呵成 你可能都要自己走過去 一氣呵成 好不好 滑鼠不能動 你滑鼠放著 對好放著 太難了吧 他就走很遠了 就加油 全村的希望 就滑鼠要對好 然後我們要對好 我現在沒辦法 我完全是 真的 阿 這一個天華莫對的 過不來 我要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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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過了 跳下去 跳下去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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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全村的親蠻 8 過了 過了 死了 開我的手 快點 快點 噢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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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可以 抓我的腳上來 可以一點 欸 阿成這邊應該跳得過去吧 我!我! 可以!可以!可以! 阿成要更快 嗚呼! 阿成已經過了 阿成已經過了 你怎麼會有那麼多電板 喔 哪裡用 啊